仙人们对雨水又爱又恨 他们既离不开水又担心洪水泛滥 传说中龙是掌管雨水的神兽 所以在这里龙成为人们崇拜的图腾 正月十五前 人们用准备好的四万根箱 装饰出一条长达三十八点六米长的龙 静待夜晚的降临 烟花升空 所有的香被一起点召 火龙在夜色中现身 满城游走的香火龙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 一千多年前这样的民俗就已经开始 这是汝城仁一年中最齐聚的时刻 这一天不能错过 与家人一起参加完这场舞龙的盛宴 才算真正的团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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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